果烟西瓜相当抢手 根据寿风香农会资料 已经有13000克的果烟西瓜预定数量 而今年的果烟西瓜 预估只有16500克的数量 那么物价都飙涨 数量有限的情况之下 产地的价格已经来到了历史新高 每株是270元的产地价 不过刚开源就遇到了强烈台风逼近 那么西瓜是否抢收 也要看各大盘商而定 寿风香是有机农业的故乡 更是有名的果烟西瓜的产地 果烟西瓜为了避免假冒 寿风香农会在西瓜上 制作了西瓜产地的标章认证 而且在果烟西瓜的箱子外 更是设置了QR Code扫码 是产地履历 今年的果烟西瓜甜度平均在13度左右 而今天收的瓜大约1200克 当日采收当日栽配 对 所以目前来讲 这个产地就剩下我们寿风这个区块的西瓜 所以目前来讲这个产地的西瓜 这个价格算是历史的新高 这个新高能不能有一个数 我们讲在大盘商大盘商来讲就是在瓜田里面开的价钱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含就大盘商的这个价钱 目前所知道最高价已经来到270 是一株 可是一株就是我们讲的它是不去计算里面的收成 这个部分就是要看为什么会开这么好的价钱 可能就是它的收成率比较高 西瓜产地价跟市场价格不同 可能的因素还是因为中间有许多人力成本 以及运输的栽配费用 因此到了末端的市场价格也就相对提高了许多 事实上是有分啦 因为我们果苑西瓜来讲是我们每年在做品质上面的这个控管 所以我们等于是说确实有种到那么多 但是实际上收成的这个收成率并不是这么高 所以必须要有一些折数 但是我们外面看到甚至一些大卖场他们的这个西瓜 为什么卖到两三百块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是等于是第二轮第三轮采的瓜了 那第二轮第三轮在采的瓜它的品质跟它的大小都会有所影响 而今年的果苑西瓜一估只有16500克的数量 产地价已来到历史新高 每株产地价为270元 遇到强烈台风的逼近 西瓜大盘更是胆油 记得临结收风箱采访报道